从国内来讲 最近一段时间是两极分化 同时是市场情绪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从成交量和从热点炒作的烈度 都可以看到市场情绪是极端亢奋的 要不然不会有连续 1.2万亿到1.5万亿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也不能够把一些主题炒得这么雄悍 这都是市场情绪非常火爆 但与此同时市场有内部结构极其分裂 传统的蓝筹股一跌再跌 在市场的不缺乏流动性 不缺乏投资日情 没有监管约束 基本面也相对稳定的一个背景之下 核心蓝筹股跌很高 这个在A股历史上面是没有的 所以呈现出来A股的状态又是非常的极端 非常的极端 炒作的这个方向 一部分是确实太高了 确实太高了 这个获利盘或者追障医院都可能是下降的 另外一部分是炒作之后 难免让大家看到的就是泄露 就是一地鸡毛 这个也是让人很心痛的 对吧 我们看白酒就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白酒在去年到今年这波上涨里头 那是独步天下 也创造了这个白酒 自炒作以来最疯狂的一个阶段 白酒炒作可能也有小十年 从这个塑化季之后开始起温 一路爬升 炒了这个小十年 但是真正的疯狂 其实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 这个阶段是白酒最疯狂的这么一个阶段 茅台在去年疫情的时候 最低是一千块钱 跌破了 到这次涨到两千七 茅台这么大的体量也涨了1.7位以上 其他的这个白酒呢 真是一路炒下去 炒到呢 这个三四线 炒到呢 沾酒就行 这个炒作呢 是非常非常疯狂的 也导致呢 白酒的体量极其的大 茅台呢 过三万亿 五两月呢 一万多亿 整个白酒板块的市值总量 都是很惊人的 但是呢 从这个三月份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白酒的炒作出现了内部的一个分化 资金呢 继续炒的是这个三四线的 偏边缘的这样一些品种 茅台和五两夜 以及呢 像卢州老教这些 都呈现了高位的一个回调 逐渐的往下走 反弹的力度比较弱 调整的趋势性的很强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通常来讲呢 就有问题了 对吧 因为整个炒作呢 有过这个灵斩骨的调整 炒到三四线 偏垃圾的类型上面 这个垃圾呢 我们指的是比较一样 对吧 那么到最近呢 白酒呢 就走势上面呢 是完全走坏 就基础走势上面呢 肯定是走坏 包括近期的放量 都是一个让人呢 感觉到摸不透 看不清 这样一个状态 第二个呢 就是白酒的这个 定价逻辑 我们之前呢 其实在调整之前呢 就可以看出来的 推演出来的 现在呢 这暴露无遗 暴露无遗 再往下走 然后呢 在走弱的背景之下 就这么巧 就会有利空的叠价 那昨天晚上呢 我们看有多个行业 有利空的一个冲击 对吧 最近一段时间呢 大家已经习惯了 就是有些政策调整 带来冲击 然后媒体跟进 带来压力 那么昨天呢 至少有三个行业 被点名到了 一个是白酒 这个喝酒自癌 其实喝酒自癌呢 应该是一个常识 上瘾性的东西 而且呢 对这个身体代谢 还会带来很大冲击的东西 那能不自癌吗 对吧 这个我们现在处在一种 这个环境恶劣一点呢 都是癌症的这个多发的一个原因 更不用说呢 你往身体里头倒酒精 那能不自癌吗 那肯定是自癌的 但是呢 自癌这件事呢 是由来已久 大家呢 也都知道 那该喝喝 对吧 这以前 但现在在这个时候 提出呢 这个自癌论 我觉得至少呢 对于它的反弹呢 是会构成一定的压力的 因为市场呢 一旦走着 投资者呢 就会一身一毁 参与的时候呢 就会怕龙怕息 这是在所有板块都会出现的 在强势的时候呢 大家呢 是恨不得这个回头 低息 抄底 但一旦呢 弱过头以后呢 就比较麻烦 我觉得现在白酒 还不算弱过头 它只是弱起来了 弱过头才更危险 弱过头呢 它很危险的地方呢 是让人绝望 让人彻底的一个做啥做 我个人观察呢 白酒呢 还没到那种 让绝望的时候 还是到那种呢 就是可以产生争议的时候 但基本面上面呢 确实不强了 技术面上面 确实漏洞百出了 然后呢 刚好又有人 这个落井下石了 是这么一个状态 它还没到 核心蓝筹股 前段时间那种下跌当中 让人绝望的那种状况 就是 就是说 低估了 严重低估了 低估了也没有用了 那种让人绝望的 那种状况 它还没到 这是白酒 目前的走势呢 依然不太乐观 今天盘中呢 有抵抗 但抵抗的这个程度 和抵抗的效果 都不太加分 有抗的效果 是 有抗的效果